Hello,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做一个Vlog 主要是想记录一下亚特兰大回北京的这一段旅程 今天是2020年3月19号凌晨2点钟左右 因为现在是疫情时期,所以回去的这趟路程压力比较大吧 因为如果飞机上有人感染的话,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就比较麻烦 好吧,不讲这么多丧气的话了 我来记录一下我这一次旅行,这一趟旅行准备的一些什么东西吧 我准备了一个大箱子,就大家看到这个红箱子 还有一个小箱子,是有一些东西还在收拾 电脑还在充电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上机背的两个包 就是东西有点多,所以只能这样子 手套 大概是十几副左右的吧 我把我所有东西都是分着两个装 一部分在胯包里,一部分在背包里 然后带了一些吃的,就多贵的密封袋口 一些小饼干,就是有散装的,有带装的 因为我听说就有可能会等8到10 就是带海装可能会等8到10个小时左右 就比较麻烦的,不带点吃的,以防饿 然后带了一本,这个是褪黑素,以防像是导食叉用吧 这是金,然后这又只是吃的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两本书,一本书是弹箱形 我还没开始看,是莫言写的 我读了介绍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且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厚 所以也可能在飞机上就能看完吧 然后这本是,这本有点破,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是我现在上的哲学课要看 在之前放春假之前没有看完 所以就留到这次来看 然后护照 就是一个小灯 一些巧克力和笔 这是一个书震 然后一个干洗手 挂在这里 这边水瓶是空的 上飞机带不了 在上飞机要去接水 这是一个眼镜 最方便是国底下眼镜 这边是口罩 还有一些小本子 一个小本子,记事用的 还有一个充电器 充电宝 对,大概这就是我这个包里的东西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里 我大部分很多东西都是分的是两边装的 所以我这边有一些湿纸巾 就是我把它分开装了 因为盒子太大就放在小包里 有一些维生素C 然后这是我一个相机包就搁在这里 然后一个本子 还有两本 其他两本书 OK,我现在准备好了 书包 夸包 然后两个箱子 准备去机场 最后看一眼我的房间 我室友这边还没有说什么 再见了 大耳生活 拜拜,去机场啦 凌晨两点钟的亚团大机场 刚刚旁边那个姐姐 她也戴了手套 口罩什么的 好,我现在长这个样子了 然后手套还没有戴 但马上要进到机场了 录完这个视频我就戴上 好,拜拜 机场见 好了,我进来了 我过完安检 在去航站楼的路上 其实挺有意思的感觉 从未见过这么多美国人一起戴口罩 到了太早了 人没有 飞机也没有 所以请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 不要提讨太早了吧 像我这样在飞机场 在登机口 等三个小时 既然有时间 在这坐着也没事干 就想说一下我对于留学生回国这件事怎么看吧 很多晚上是吵得沸沸扬的说 比如说留学生不该回国 就会回国给祖国天赋的 现在大部分的增长数字都是留学生这种倒灌的病例 怎么说吧 我觉得大家特别愤慨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在于大家对于留学生的猜测不太不太准确吧 就是大家总是猜测就留学生在国外有车有房的 就没就是回国就是为了为了一份便宜的医疗费用吧 什么的就但是其实就有房有车这种假设其实很错误 就是大部分留学生其实都没地方呆 就是像我们学校3月11号开始宣布就是赶人的时候 宣布3月22号大家宿舍要清空 就留学生就没有地方去 就像我们大一大是强迫住宿的 就我在学校也没有附近没有公寓 他一赶人我学校住不了 我就没有地方去了 附近的公寓也不给现在这个时间去签合同 有些学长学姐会转租给学弟学妹 学校也会提供一些小就是一些住房 就是但是都是就是先来后到就名字都有限 很大一部分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只能去只能走 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吧 所以像是也挺被迫被逼无奈吧 所以看到国内很多的一些对于这边的负面意见 就非常理解大家的情绪吧 就是因为好不容易数字就控制住了 但是回国可能就是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唯一的选择吧 就不知道有多少能看到 就希望大家理解吧 所有事情我觉得在批评别一个群体一些人之前 我们先试图理解他们吧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到San Francisco了 然后转机准备飞回国内了 OK 我在旧新山机场到达已经四个小时了 然后马上去登机飞回北京的飞机 大家再见啦 北京见 北京见 北京波旺 北京见 北京的飞机 北京的飞机 趾口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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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